来 来 来 醒醒醒醒 醒醒 你这女人喝这么多 钱也没付就睡在这里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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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吵 起来 起来 拿壶酒 睡在这里要着凉的 不行 快起来 再拿壶酒 你还要喝 不行不行 你快起来吧 我要收摊了 快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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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收摊了 快起来 走吧 快点啊 赶紧回去吧 拿壶酒 吵死了 起来 我要收摊了 快起来 不要吵 老板 怎么回事啊 喝多了 喝醉了 一个女人 大半夜的喝这么多酒 一定遇到什么伤心事了 你又何必难为她呢 我这也是小本生意 她不付钱 我这一天的生意就白做了 这点小钱 拿去吧 不用找了 谢谢 您真是个大好人哪 那就麻烦您把她也带走吧 她 否则 我这儿也没法收拾啊 好吧 您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 谢谢啊 我这儿也没法收拾啊 我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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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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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 你喝 合我喝 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啊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不是真的 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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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呢 近来再说吧 姐姐 你怎么了 怎么又哭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有脸问我怎么了 你是故意在跟我炫耀 炫耀你赢了 炫耀你踩在我头上赢了 是吗 你明明知道我跟方浩明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 你怎么有脸嫁给他 你这不是诚心踩在我的头上践踏我吗 你果然和你那个妈一样 一样不要脸 一样勾引别人男人的淫妇 一样不知羞耻一样寒毒 姐姐 你可以骂我 但是你不可以骂我妈 说到底她名义上也是你的妈呀 她根本不是我妈 她只是一个卑微的小老婆 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 你也一样 你凭什么人模人样地站在这儿 凭什么抢走我的一切 凭什么 就凭我没有说谎 没有欺骗 没有弄手段 没有利用别人的良心与道德 去满足自己的私欲 其实那天晚上 我们都知道 你和浩明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切都是你的圈套 你知道吗 浩明的心灵受了多大的打击啊 她一直对你这么好 一直帮你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她呢 这就是你们之间说好的对不对 你们说好 要把那天晚上的事 全都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 说我故意陷害浩明 说我勾引她 说我不知羞耻 你们太狠了 你们真的比庞弃我更加狠毒 好了好了 你别再狡辩了 事实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那天晚上 至枪什么都看到了 他还睡在你们的那个房间里 他没有必要要编故事来骗我们 我跟浩明没有心事问罪 不然对你越来越好 就是怕别人说你什么 猜疑你什么 浩明他还 他还跟志强说 千万不能对外说 我们 一片苦心这么对你 你却还是这个样子 你说 什么才叫人之以尽 你对我们还有什么不满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我爱他 我这么多年 我为他做牛做马 我就是一心想要嫁给他 为什么 为什么在你出现之后 他就再也不愿意正眼看我一眼 为什么 就因为你是黄花大闺女 就因为你年轻 因为你没有通幽萍吗 浩明有没有看过你一眼 你心里最清楚 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你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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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凭什么那么说 那么跟我说谎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说谎 我们是姐妹 我能过上好日子 也不会少了你的 浩明让我来做主 我想让你们一家人 可以住得舒舒服服 你爱来洋行工作 你可以 你不爱来 你没关系的 这就是你们对我的施舍 是吗 我不需要 你当做施舍也好 什么都好 反正这是我作为妹妹 对家人的 一份责任 只要我有一口饭吃 不会让你们饿着 但是 要是你敢对浩明洞 歪脑筋的话 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她是我的丈夫 是我最爱的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欺骗她 利用她 这是我的家 我要把它维持得完完整整 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这个家 我要好好地保护好我的丈夫 还有我的三个孩子 可恶的赵春雨 凭什么对我说那些话 她以为她是什么人 可以这样自以为是 你 你要保护你的家吗 呸 我就是要闹得你鸡犬不鸣 你等着瞧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天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为什么不能过来 昨天晚上你可风骚得很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昨天晚上根本没有见过你 你不要胡说 你以为我真的睡着了吗 其实我没有 你爸当初为了娶小老婆 害死了我爸 他还抢抢梁家妇女 可结果呢 他没有遭到报应 梁九一身他就死了 害得我爸 害得我爸 冤其无处去逃 真是老天有眼 让我遇到了赵世衣的女儿 你就是个疯子 要说报应 也应该是你 你忘了当初是怎么杀死我哥的吗 应该你却死 你应该被枪毙才对 你却死 你住口 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半夜三更你到处去跑 然后还喝醉酒 勾引男人 你是守活寡呢 他 我告诉你 你逃不了 放开我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报警 我要上你去枪毙 我告诉你 你放开我 你别想偷出我的手掌心 你放开我 没错 警察 是在通缉我 可我手里有钱 我有的是钱 如果被他们发现了 我只要给他们打烊 他们就会放了我 已经好多次了 都是这样 你放心 你 我死不了 你呀 最好乖乖听我的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来 小心点啊 来 都放到礼物去 啊 哇 这房子真漂亮 湛龙啊 以后这房子就是你们的了 你以后啊 跟志强他们去上学 作业本就在你的房间里 我有自己的房间 嗯 哇 你们的沙发好舒服啊 我也来做做 你船还舒服 妈妈 我不要船了 我要睡沙发 哎 夫人 嗯 都已经弄好了 你还需要什么 就跟我说 还缺什么 那就问姐姐吧 这房子是他们的 对了 姐姐 这房子 你觉得满不满意啊 已经够了 很好了 谢谢你啊 不够 满房家大 孙管家 我们方家人多嘛 当然住大一点的地方了 你们就这三个人 要是住得太大的话 打扫会比较麻烦 也会打扰到你的休养 你们住在这里 到时候我找个老妈子过来 你就可以安静地休养了 走 我们去房间看看 我也要去 嗯 走 走 走 好 走 οιноп样小 earth 都会打扰去 能找得到你了 教训他才行 对方的损失 我们一定会赔偿 还会亲自登门道歉 那好 那您就先把他带回去吧 爸 爸 爸 好了 别哭了 志文 别在这里丢人谢意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来 回家 走吧 给你妈跪下 跪下 你给我好好说说 为什么要跟人家打架 还把店给砸了 不说是吧 你以为不说就没事了吗 我马上把你送进牢里去 让你好好尝尝苦头 他们说 我爸又娶了一个小妈 还说这个小妈已经嫁了好几回了 我一生气就和他们打起来了 他们好几个人打我一个 店不是我砸的 我是被打昏了 没有跑 店家就把我送到了警察局 看看你几岁还跟别人打架 好几岁还跟别人打架 我一天不好好读书 在外面瞎逛 怎么一点不知道自爱呢 是你不要我的 是你不关心我 我不想让春雨进我们家 你就不疼我 志强和美军让春雨进我们家 你就只疼他们当作没有我 不管我在外面怎么样 我就是死了你也不会在乎的 你还敢这么说 还不知道反省 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你 浩米 别 别这样 你看看他这个样子 犯了错还不知道认错 不打不行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你给我好好跪在这里 不准起来 妈 妈妈 我好想你啊 妈妈 只有你 只有你会经常把我抱得紧紧的 关心我吃饱了没 我穿暖了没 只有你会关心我 妈妈 我好想你啊 妈 妈 妈妈 我好怕 初遇 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其实我觉得 志文刚刚说得没错 不能全怪他 你跟我都有错 什么 他打架闹事 我们怎么会有错啊 其实也怪我粗心 我们结婚以后 志文一直不想待在家里 我当初还以为 他不想让我管他 又怕管太多他会生气 所以他跑去武馆那边 我也不太干涉他 刚刚听他这么说 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 你 你怎么会有错呢 错就错在 志文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子 也需要父母的约束和关心 要是他整天跑出去 我们不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就算再晚我们都不管 他就会觉得 我们只疼美军和志强 不疼他了 难怪他刚刚会那样 就算这样 他也不能打架闹事 还有 对你那种态度 就是目无尊长 不教训怎么可以呢 别老教训他 有话好好跟他说 昊明 我只说了我的错 还没说你的呢 我 我 我怎么也有错啊 你忘记了吗 他们刚刚失去了母亲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你知道吗 孩子们的心里面 一直都很担心成为孤儿的 那你 你说这该怎么办才好 别打志文了 跟他说 这回你原谅他了 下一次不要再犯了 孩子们已经没有妈了 要是再觉得没有爸的话 对孩子们多残忍啊 你 志文 是爸爸没有好好地关心你 让你觉得孤单 你受苦了 是爸爸对不起你 这 爸爸想对你说 不管你承不承认春云 不管你是不是恨春云 你都是我的儿子 我不会因为你不接受春云 就不把你当儿子了 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待你 当然了 我也希望 你可以接受春云 如果你不接受 爸还是爱你的 不过我心里会觉得难受 志文 爸的话就言尽于此了 你看 你也长大了 懂事了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爸的心意 了解爸的一番苦心 好吗 si 谁 你是什么 형 我应该是你 我应该是你 你应该是你 过你的脸了 爸 我 爸 对不起 爸 对不起 我的指纹 爸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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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呀 慢慢地吃啊 来 把它带到后面去吃吧 老爷 我们到后面去吃吧 我带你呢 我就在这儿吃 在这儿吃 福妈 来 你看我公公咳得那么厉害 一定是病得不轻 你带他出去看病 顺便买些你爱吃的 谢谢啊 好 我带老爷子去看衣裳 我带你去看衣裳啊 我带你去看衣裳啊 我带你去散步 我带你去散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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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 走啊 我不要去 走了啊 二根子总算清静了 这房子够大 住得舒服吗 你来干什么 你是我的女人 我怎么不能来呀 是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 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看来春云还有点良心 没忘了你这个姐姐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怎么才能够不再来找我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以后我想你了 我铁熊是个好人 以后再需要你的时候 我会派人把你带到我那儿去 不会再为难你了 真是美呀 妈妈 你看我有什么 小鬼回来了 你妈没时间陪你 别找她了 叔叔陪你玩 来呀 来呀 你 妈妈 回来 妈妈 你个疯婆子 胆子够大呢 敢暗算我 是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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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臭小子 你这是干吗 别动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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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崽子 别动 哥 老实 蔡云 不要太固执了 你是孩子她妈 做事情了 要有分寸 过日子不容易 遇到什么难事 尽管跟我说 我会帮你的 你 尤德 大哥 走 来 妈妈 张龙 过来 刚才发生的事 不许你乱说 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 我打烂你的嘴 游泳 夫人 你小心点 小心点 夫人 你怎么亲自给老爷送饭来了 太辛苦了 没事 我只是肚子大了一点点 行得还挺方便的 再说 整天躺在家里关闷的 对了 我做了点东西 大家一起吃吧 一起休息一下吧 谢谢夫人 那大伙就先来一起吃吧 好 好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谢谢 谢谢啊 对了 后名呢 老爷出门去了 有一批货款欠了半年了 因为对方是老客户 老爷为了表示慎重 所以亲自登门拜访了 怎么最近这么多客户欠钱呢 没什么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吧 老爷回来了 淳于 昊明 你看 肚子这么大 不好好休息 还跑出来 我没事的 我很好 我听老蔡说 你去收货款 没什么问题吧 没什么 不过是一笔不大的款子 顺便拜会一些老的客户 算是一种礼节吧 对了 我做了些面线 他们都在吃呢 你也吃吧 有面线的 好好 大家一块吃 请 请 来 老板一块吃吧 舅舅 你还没睡啊 你坐吧 我倒杯茶给你喝 有话跟你说 好啊 喝茶好啊 喝茶皆酒 舅舅 你在洋行那边 拿了不少东西是吧 这 你还没睡啊 你坐吧 你 你怎么这么问哪 洋行里面 一向会让熟客 奢欠货款 你就利用这个机会 假称客人要什么东西 然后再把那些 贵重的物品拿走 转手去卖 就这样子 偷了洋行不少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我问你 你回答我 什么头说得那么难听 我就是觉得 洋行开在那儿 还要客人上门来买东西 那我把货拿出去 送到客人面前 客人喜欢吗 他自然会去买 对不对 那总比让客人 亲自到洋行里来 要方便嘛 这样东西买得快 照你这么说 这半年里面 你做了不少于 五千大洋的生意吧 那钱呢 钱 你可得奢着了 舅舅 你都忘了吗 当年赵季 就是让哥哥姐姐们 把家业给败光的 你这么做 以为我不知道吗 舅舅 你要钱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 只要我有 我一定会给你 可是你这么做 会拖款后名的 方济周转不离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能不能不这么摆家 好好地过日子 赵春云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 你做夫人 整天吃香的喝辣的 我那就只能伸手要钱 你当我是乞丐啊 难道当贼 必当乞丐风光吗 你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 这个阵子 别说春云怀有身孕打不得 就凭她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许任何人伤害她的 今天 晚上我在洋行里 清点整理账目 把这半年的亏损 清点了一下 大概有五千六百大洋 这么一大笔巨款 我看一时办会要不回来了 对吧 对 对 都让我赌光了 现在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怎么样 要不你们把我赶出去算了 把我赶出去的大街上 做乞丐算了 昊敏 这么多钱 好了 好了 钱亏了 我们还可以再赚回来 不过这些钱 确实让我们洋行 这次伤得很重 可那一时周转不过来 放心吧 凭我方昊敏这三个字 不过还是有信用的 待会得辛苦一些 才能撑得过来 对不起 昊敏 对不起 我没想到 舅舅会这样胡来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就怕你会自责 其实 我也有责任 我居然没有留意到 这半年之内 异常祸物流动的状况 舅舅 从今天开始 你不可以再拿行里的任何东西 我也跟老客户打好招呼了 凡是低价向你购货的人 是同赃物 一律严加成处 希望你能跟我 共体时间 渡过难关 等日子宽裕一些的时候 会让你过得更好一些 对不起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回房休息吧 行里的事呢 有我打理 你呀 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 不用操心 走 回房去吧 走 来 吓死我了 你包大员 包大员 你干什么啊你 我不是说有你作杖 方浩铭不会怀疑贷款的事吗 这么昨天晚上 他跟春雨两个联手审我 把我剥了层皮呀 你 是不是你出卖我 要不是这半年我帮你演着 你早就露馅了 再说了 半年来你捞的也不少了 这些钱你也拿了不少啊 昨天晚上黑锅 可全是我一个人背的 你 你赶快想想办法 怎么继续弄钱呢 舅爷 我是想劝您呀 别一口气掐死了金母鸡 你也让这只能下金蛋的鸡 歇一会儿 等它养好了 你再继续拿 这段日子啊 你还是安分手挤一点吧 那 那你要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两手空空 卧在房间当贵儿子 我每天喝西北风啊 我要上哪儿弄钱去呀 好高啊 等等我 我来我来 好 好 真棒 再放高点 好 看 志文好好练 进步很大 这边这边这边 掉下来了 不要 不要 不要下来了 快跑 志强 跑快点 跑快点 喂 你先放心 再见 对 他们都开心哪 初遇 我去看看初遇 俊宇 慢点 俊宇 肚子那么大还跑来跑去 要注意安全 没事 我可以当做运动吗 没关系的 好快一点 好快一点 好了 别玩了 过来吃点东西啊 好啊 来了来了 先过去吧 俊文 吃点心吧 俊文这孩子 别这样子嘛 我们难得出来玩一玩 别破坏了气氛 这孩子 太普通事了 得好好教训他才行 没事 俊文 休息一下吧 别再练功了 休息一下 去吃点点心吧 来 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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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没事吧 不知道 俊宇 你没事吧 来 快起来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不是 对吧 俊宇 你 否则 vault 你 算了 站住 算了 算了 你别说他了 他不是故意的 好了 你别再替他说话了 像他这样 对你的态度越来越恶劣 一点都没有改进 再这样浇灌他 就会变得无法无天 以后 你去好好上学才是 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 以后一定会变坏的 我没事的 志强 美军 别玩了 过来吃点点心 过来吃点点心 嗯 主帮 志文 你别动我 万一待会儿我再不小心碰到你 我爸又要打我了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爸他只是 你少装出一副 想替我说话的样子 你以为这样 我就拿你当妈了呀 志文 到底我要怎么做 你才可以接受我呢 我不是非要当你的妈 你可以把我当成朋友 或是家人都可以的 谁当你是朋友 家人啊 你只不过是我爸 带回来的一个下人 别以为你会爬上天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 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没礼貌呢 刚才是谁说要当我朋友的 哼 这么快 就拿出长辈的架势来了 反正 我只求你一件事 早点滚出我们家